9家车高速撞击 瞬间碎片四射 再看一次 银四轿车撞翻小货车 货抖上了铁条 宛如长矛一样 到处乱射 还好当时骑楼没人 否则就可能被射伤 撞击瞬间 目击民众冲了过去 就怕货车里面有人受困 大伙七手八脚 总算紧急把货车驾驶 拉了出来 其中还包含了 一名美籍男子 也加入救援 意外现场 银四轿车高速撞击后 车头卡住变贴箱 小货车被撞翻 横躺在马路旁 到处四射的铁条 力道之大 连骑楼机车都被射班 银色轿车驾驶 酒驾肇事还想跑 还好被建议勇为的民众 给拦了下来 写犯后来汽车逃逸 走到对象的公车站 搭乘公车 准备要离气时 刚好路边有个外籍 有人奥斯丁先生发现时 骑乘机车尾水 该公车到中山国际路口时 顺便刚好旁边有拍手 他刚好跑到拍手里面去报案 酒驾男子酒测值高达1.08 喝醉酒来上路高速失控 不只自己撞上路边的便电箱 还害小货车翻车 这下可得吃上公共危险罪的官司 记者刘志甲罗湘 桃园参谱